台湾经贸 全球风貌 台湾的社会正不像少子化老年化的高年龄层结构 预防医疗及养生保健成为许多人开始关注的焦点 我们今天为您采访的21世纪奈米 以技能性纺织品结合中医物理性治疗的概念 推出一系列的产品 就是要让人尽量在不改变原本的作息里 就能轻松地保持健康和美丽 我们公司是大概应该是在93年94年成立的 当初成立的时候是以第一年成立的时候 是以研发机能性的原料跟布料为主 Inflator是我们自创品牌 会选择B卡索是因为公司有想要进居大陆的市场 我们把Inflator锁定在于是贴身衣物 那B卡索就是因为考量到公司 还有另外一个请具的产品线 虽然它也是用负离子跟圆红外线的这些原理 可是我们为了要打入大陆的市场 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说 把B卡索用在请具类上面 这样所以就是两条的产品线不同 将许多含有天然能量的稀有金属 运用奈米技术加入资料之中 就能成为具有保健功能的产品 加上MIT优质产品认证挂保证 品质绝对值得信赖 内衣的内里里面 我们用了就是负离子跟特殊的 其他的矿石原料在里头 这个钢圈跟一般的是比较不一样 我们用的是所谓的智慧型钢圈 但这个钢圈的话 它里面又有褶、钛、黄、金、三种贵金属 同时因为我们又考虑到说 就是要有点时尚性 那其实您可以看到像我们这种 红色的内衣 它跟一般的红色不太一样 我们用了双色套色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给消费者 它可以保健养生在位 也可以有时尚性 这种是专门在测试负离子的仪器 它可以检测出说 一件衣服它负离子的含量有多少 那您现在可以看到 这种一般房间的内衣 大概就是可能60甚至是40 几乎没有什么负离子的含量在里头 那我们自己公司研发生产的呢 我们就是把它特别强调用在这个里面 那在纱线的部分呢 它就已经就会有 所以您可以看得到 等一下也是会有一个数据 除了穿戴在身上的东西 21世纪奈米也研发了负离子物理功效床 让您在睡眠中补充满满的能量 您现在看到这张床啊 它其实是含有大量的负离子 那我们呢用的是跟一般弹簧床一样的厚度 就是20公分厚 那它里头呢用的是德国拜尔的试压原料进来之后 添加了我们远红外线的原料在里头 然后让它发泡成型 躺在这上面 它会身体是比较服贴的 不会像一般的弹簧床 它可能有镂空 然后让我们的颈椎腰部 甚至我们的腿呢 都是有镂空度 会睡起来隔天可能比较疲惫 比较不舒适 可以呢补充它的元气跟它的能量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金色的这张床呢 它的这个透气度呢 会跟一般的床垫啊 弹簧床是比较不一样 它在长时间睡下来之后呢 它在夏天可以降低 差不多一度到两度 第二个呢 它的好处是在于说 它有负离子 那我们在睡眠当中就可以一直吸收 家里如果有长期 卧病在床 比较容易有伤口 入窗的 就是消费者老人家 他们睡了之后 他们的身体都可以做一些改善 忙碌的现代都市生活 何不为自己添购几项机能性产品 轻松减轻身体负担 维持满满的元气呢 我相信透过现在 大家对于MIT的这一个认识 其实Made in Taiwan 不再是可能以前 三四十年间觉得 不是劣质的商品 我们现在其实现在 已经是优质商品的提升 MIT is hyvin MIT is offline MIT is running